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微举无限大的互动白板 你可以把它应用在线上讨论 线上的协同共编 专案管理 还有新制图的发想 那你也可以把它作为 资料收集 整合 甚至是把它 作为线上简报 都很适合 以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目前在微举官方网站上呢 您从Prada这里 就可以看到 他有提供很多的应用情境 包括线上的教育 团队的合作 线上白板 甚至于把它当作是一个 便利贴 新制图的发想 工作清单管理 脑力激荡 这些都很方便 所以您呢 可以从这边 去看到在这里 他所分享的影片 那这样子您就可以更了解到底 微举这个线上白板我们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用途 进入到微举首页之后 你可以先从右上角 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就可以开始了 进入微举白板之后 它本身就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 所以你可以透过滑鼠的滚轮进行缩放 在白板空白的地方按住滑鼠就可以拖曳 所以您不用担心您的白板不够用 我们可以随时的去移动它找到更多的位置 来存放您的资料跟进行讨论的内容 在您建立白板的时候 它本身就有提供很多的范本 可以供我们做参考 比如说你在这边想要做鱼骨图的分析 按下之后马上就可以套用它内建的范本 那您就可以自行修改成您所需要的这个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看WiGi怎么样加入各式各样的媒体内容 首先如果你想要加入文字 除了从下方的这个文字按下以外 你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点按滑鼠两下 就可以在这边输入文字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文字打完之后呢 您可以直接指定每个区块的 不同颜色 也可以帮它加上一个标题 那你就可以自由的移动它 也可以把它收合起来 除了文字以外 我们还可以加入图片 也可以加入影片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想要这张图片放进来 我只要复制 来这边就可以Ctrl加V贴上 我们的图 就会载入进来 那您可以自由调整它的大小 接着如果你是网址 我在这边 把网址复制好 进到这边之后 一样Ctrl加V 它就会自动抓到这个文章的内容 而且呢 会产生一个缩图 如果你是YouTube影片 只要把网址复制 回到我们的白板 贴上 就会自动抓到 这个影片的缩图 也可以在我们的 VG白板里面直接播放 此外呢 它还可以增加 绘图的功能 它提供了一个白板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 自由的绘图 那当这些内容 越来越多之后 您就需要做一个整理 那它本身呢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提供堆叠的 我只要把不同的资料 把它拉到另外一个资料之上 它就会结合在一起 那您可以在这里面呢 上下移动调整它的顺序 这是第一种堆叠的方式 那第二种的方式呢 是您也可以 透过 所谓的列表 那这个列表的方式呢 它排列就更有弹性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样丢进来 再把 这个丢进来 那我可以排在 靠右边 我也可以这样放下来 那么我们这样在排列上 就比较有弹性 那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 也可以配合它下方 或者左右上方这边 也都有这个灰色的圆点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圆点呢 来跟其他的资料做结合 变成一个关联线 那还可以在关联线上面 输入文字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 每个资料之间的 彼此相关的情形 点到它之后 这边都可以做连结 那当然也可以随时去打断 或者是改变 我们这边不一样的 线条的样式 在使用上就相对 更方便 另外呢 WIG 也提供一个叫做 我的点子 它很适合来作为 收集您所想到的资料 或者在网路上找到的资料 那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你打开之后 可以从下方这里 就直接增加一个文字 绘图 或是直接上传你的档案 也可以用我们刚刚的列表的方式 去做 比较多资料的整理 WIG也有提供 浏览器的 扩充工具 WIG Web Clipper 那么安装了之后呢 您只要针对 比如说 我这个网页 我想要加入 那您就可以在这里 把它按一下 直接把整页 加入到我们的 我的点子里面 您可以回头来这里 这边就看到 您就可以马上把它 丢出来 那你丢出来之后呢 会自动从我的点子这边 就把它删除 除了呢 完整的一页以外 您也可以像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行天宫 的五大置页网页中 那您可以针对 我所选择的 这个范围 它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图示 按下去 就加入到我们的 我的点子里面 我也可以针对 单一张的图片 那完成之后我们回到这边来 刚刚的内容 就已经进来了 所以您看像这样子 我就可以 很轻松的 把我们在网页上所看到的资料 就拿到这边来做整理 当白板上的资料越来越多之后 您就会有 整理资料的需求 WiGi呢 有提供两种方式 您可以做参考 首先第1个 它有提供 所谓的书签的功能 因为资料很多之后呢 您针对比较重要的 就像我们平常使用浏览器 加入我的最爱一样 我们可以在这里增加一个书签 您可以在书签上面自己定义 这个位置的名称 这样就OK了 您可以自由移动它 那么当你有多个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透过导览列 我们可以随时跳到不同的书签位置 这是第1种整理的方式 那第2种方式呢 叫做片段 它就比较像 我们可以整合性的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 给我们一个方框 让我们去框住 我这次所讨论的 这个重点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WiG 讨论很多的事项 我可以把跟它相关的 跟这一次相关的 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呢 你也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在这里呢 就可以像这样 点过去 点过去 可以一次就看到 每次 或每个重点 区域 讨论的 一个内容 这样在使用上 就会更加的方便 那其实透过片段的功能 您也可以利用 这样讨论完整理出重点之后 就变成一份简报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有两个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进行所谓的 演示文稿 按下之后呢 它在下方这边 您可以看到 我们的两个 页框 它就列出来 那我可以按一下 下一页 就好像我们在做简报一样 它就跳到我们所指定的 重点区域里面 那这样子呢 就同步 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就把整个重点 整理好 大家可以回顾 也可以很轻松的 直接就看到 所有的重点 那么另外使用 WIG 现账白板 讨论呢 也有个好处 就是其实不见得 每一次都需要 现账会议 共享荧幕 我们透过WIG 它也有提供画笔的功能 您可以从左下角这边使用 也可以用滑鼠的右键 每个使用者进去之后 都会有不同的 颜色 以我现在来讲 我进入之后 这个我按滑鼠右键拖曳 我就可以进行 画图的功能 那么另外一个使用者 我在这里按滑鼠拖曳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它在萤幕上呈现的 会是另外一个颜色 两个之间呢 就不会分不清楚 是谁 在做讲解 它在滑鼠的游标上面 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这个使用者是谁 当您建立好白板 要分享的时候呢 您有几种方式 首先第1种是 你可以让知道连结的使用者 就可以 检视 或者是编辑 此外呢 你也可以透过 Email 或是建立 邀请的连结 来让使用者 可以检视或编辑 目前呢 WIGI的免费方案 您就可以建立 无限格白板 它的唯一限制 应该就是 目前 上传的档案 您可以是图档 可以是文件格式 但每一个的上限 是10Mg 另外呢 这边有两个人的 编辑的上限 不过呢 其实我们在 实际使用的时候 并没有 这么多的限制 你还是有多个人可以使用 那目前我询问官方 他是说 这个限制是针对 没有公开的 白板 他同时呢 最多可以两个人 去使用 这个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课 给同学们 操作的一个情形 你可以看到 在这边 每个同学进来之后 游标上面都会有 他的名字 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共同编辑 一起观看这些 白板上的内容 我们下注写住 我们下注农了 我 到网顶 咱们下注农 似乎 我就知道 有什么要把 SPECIAL 食品 要